像什麼 第二題 如果留下那個 中英文 他可能中英文夾雜裡面 我要留下中文 英文 以外或數字資料不要留下來的話 請各位可以開啟這個範例來想想看 像這一題就是說 如果這個資料裡面 有中文在前面 英文跟數字在後面 但是我只要留下的是中文的部分 如果沒有中文就空白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答案 如果是用函數的話 大概會用到幾個 第一個就是LENB LEN嘛 長度 LENB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個ASC 還有一個LAT OK 這個部分我給各位當列息題 假設你的動作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先試試看 這一題要怎麼做 有沒有 如果今天假如說 我今天刪掉 如果你打開裡面應該有答案 你把它刪掉 想想看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沒有答案的話 沒有快一點的答案 你就塗完 塗完鏈 剛剛就很累了 你可能就是選 貼 選貼 當然我們不是要這樣做 所以用什麼方式 可以來完成 裡面呢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文字裡面 你可以用LEN 那LEN是算裡面有幾個字 LENB是算裡面有幾個 幾個拜者 那中文的話 卡這邊是算兩個拜者 另外還有全形 全形也算兩個拜者 所以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我會算不準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先把裡面的 只要是全形字有沒有 你可以先轉成什麼 轉成半形 所以全形轉半形的話呢 這邊有個什麼 ASC 將全形字 轉為半形字 所以他轉完之後 剩下就中文嘛 然後再利用LEN LENB算拜者 減掉LEN算字數 那相差的話呢 你會發現中文會多一個字 那我們就知道最後兩個箱简 會多三個字出來 那我就知道前面三個字是中文 你看懂那個邏輯 OK 可以試試看 可以額外練習題 主要是 讓各位熟悉 這些都是用到文字 這個 類別裡面 的 函數 所以這一題 也可以當成各位的練習題 待會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做看看 那其他的話 還有LET 比如前幾個字 這個我想各位練習一下 返環幾個字 這個比較簡單 這一題 可能比較難一點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是 先取得他的前面的姓氏 再 針對他的性別 去給他稱謂 比如說 男生就先生嘛 女生的話就小姐 這地方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什麼 LET L E F T 然後呢 抓這裡面的幾個字呢 一個字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姓氏就出來 不過呢 我現在如果 像下填滿的話 只有姓氏 後面沒有東西嘛 所以 再來後面的 AND 串接喔 可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不是說撿下 剛剛是撿下貼回去 那因為我 這個稱呼要放在後面 所以就把 把他 後面 再串 可是 問題是我串 我要根據什麼 根據性別 我不能說 直接給他一個先生 不然每個都要先生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會有 性別判斷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LET AND 後面如果串一個 邏輯判斷 如果一幅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在插入函數 他可能會把這個公式 蓋掉 所以通常 會用什麼呢 前面的下拉清單 那這個前面的下拉清單 主要就是說你如果 第二次第三次以後 會使用到的函數 請你用下拉清單 那我這邊可以再插入一個if 所以按下if 你會發現喔 他會自動幫我把他加到 這個公式的後面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第二次以後使用 請你 從這邊 那邏輯什麼呢 如果這裡面 等於男生的話 那我就是 叫他先生 反之的話呢 就是 叫他小姐 所以這邊的話 男 那我這邊稱呼的話 就給先生 如果為True的時候 反之的話呢 我就叫做小姐 不過你會發現 他 雖然你打字 前後沒有加那個雙引號 但是 if 他蠻貼心的 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補上去 OK 自串的話 就會前後加串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結果就OK了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 可能會稍微 比較困難 像 Laps Rights 可能比較簡單 這部分就是串 左邊右邊 自己再玩玩看 那如果說 OK之後的話 請各位切到綜合列息 這個就是重點 那把剛剛的什麼呢 REPT 跟LEN 如果要完成 類似像 長這樣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 等於 特別注意喔 因為09的話 他不是公式 所以你不是 直接插入函數 你是直接打 雙引號 09 後雙引號 OK 串切 串什麼呢 AND 串切 剛剛一樣 這個東西 OK 那當然你打勾啦 再做0911 後面呢AND 還要在串什麼 串一個 減的符號 所以一個 minus符號 當然你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一邊 打勾一下看看 如果OK 你再往下打 如果你不OK的話 馬上出錯 你就知道 你這邊打錯了 你可以不用急著 一次要打那麼長的公式 不然的話容易出錯 那 重點來了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084 所以呢我會需要先處理要重複幾個0 再把 這個84串在後面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什麼 用什麼REPT 重複 特別注意喔 先取笑一下 剛剛這邊應該先 補一個AND AND AND什麼呢 再來就是補一個REPT 把REPT串在後面 重複什麼呢 重複0 重複幾次呢 用3去減 因為我裡面一定要三個字 3 減掉 裡面 裡面有幾個字 跟這個剛好顛倒 3減掉它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我先算一下 LEN 瓜糊有沒有 然後 點它一下 幫我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它回來是兩個字 所以3減掉 2 剛好就是補一個0 就按確定 補一個0 如果 同樣的道理 也是一樣就補兩個 這邊的話AND 在串接什麼 串接 這個東西 所以打個勾 把080就可以了 那後面呢 如果你要在串後面 當然你會發現 這個公式跟這個公式 其實蠻雷同的 有沒有 差別只是說呢 我取的 是 G4 變 H4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公式 貼到後面去改 把G4改H4就好了 不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複製要從哪邊複製喔 因為我還要減幅號對不對 所以把 還有一個AND 所以從AND 從F4這邊AND後面 把它選起來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 把這個 改成H4 這個 改成H4 好 這樣如果沒錯的話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最容易發生錯誤是AND的串接喔 應該看得出來哪邊要怎麼串吧 你可能要 熟悉這些規則喔 這些規則如果你熟的話 以後要串複雜的公式 就沒有問題了 打個勾看一下 好這樣子 那當然你做完之後 底下就這邊空點喔 快點兩下 結果就OK了 好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 如何利用 AND加 REPT加 LEM 顯示 結果 但是這個方法 不是最好的 還有更好的 還有更快的喔 這個算是最麻煩的 還有更簡單的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請各位 另外的話喔 剛剛那個答案喔 我做那一串喔如果你不熟喔 記不太起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我剛剛講嘛上面就有答案你可以 找到那個公式 我又把我做完的 貼到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 找不到的 你如果 打不出來 或者你打錯的話 你可以拿你打錯的跟我的對的比對一下 你就知道哪裡有錯 我是建議的你可以 逐步逐步啊 你不要 一口氣喔 全部打到底 打個勾錯了 那你當然 怎麼會找得到 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沒有把握的 尤其是你 就是 越 程度越 沒有那麼 那麼熟的 我是建議你就打 幾個字 打個勾 幾個字打個勾 你再往前喔 千萬不要 之前同學都很貪心的 一次打完錯了 問我說老師這裡哪裡錯 那就很難 當然你還是可以找得出來 只是說 會比較不容易找到錯誤 好不好 那比較容易出錯的是那個M的符號 可能要注意一下 雙以號 雙以號一定是一對的